记者曾建民新北报道,新北市新庄区51岁张姓男子为了要节省家中电费,去年开始私自破坏电表并变更内部设定,导致电表计量失准。 直到今年7月中旬,台电发现有意会同警方到场勘查,果然发现张姓男司改电表,警方日前约谈其道案说明张姓男不仅得承还9万余元的电费以及电表维修费用,还得吃上窃盗最嫌官司。 警方表示,台电人员今年7月发现张姓男住家用电数据异常,直觉是篡改电表,日前报警处理并会同警方是张姓男住家查看,果然发现电表遭破坏,内部零件遭变造,导致计量失准。 询问之下张姓男也承认犯刑,台电事后清查,张姓男从去年7月篡改电表至今年以来已省下将近10万元的电费。 警方日前一切道罪约谈张姓男征讯时其承认犯刑,公称只想省点钱,也愿意偿还电费,维修费用,并愿意与台电和解,但切道属公诉罪,警方训后仍一切道罪前将他含送法办。